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非诚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 很多年前的老节目了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孟非了 她的主持风格很受到观众的喜欢 时常能把观众都逗笑 节目在孟非这样幽默的主持下 收视率非常高 孟非在台上 从没有去迎合一些嘉宾的观点 有自己的立场 态度也表达得非常明确 对待一些嘉宾也会非常的温暖 到了关键时刻 会给嘉宾一些的建议 所以孟非这样的主持风格 不受欢迎才怪呢 然而有次孟非就把一女嘉宾请下了台 这是怎么回事呢 非诚这个节目太火了 所以会有很多的人想借助这个平台给自己长人气 王与萱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也是孟非第一次请下台的女嘉宾 王与萱参加过很多类似的节目 很频繁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 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挺好的 感觉这个人很好爽 但是上那么多次那么久节目 一直没有牵手 肯定会受到一些观众的吐槽和评论 这也使王与萱的人气也涨了不少 王与萱因为人气的攀升 在尝到了甜头后心就更大了 还想演艺圈去发展 在《非诚》的时候经常给男嘉宾留灯 但是到最后的关键环节就会以各种借口来的拒绝 几次就算了 但是多了之后就会被人吐槽 很多网友都会到他的微博去留言 也有一些网友说 这不是当务了男嘉宾吗 看来王与萱不是想在这个节目来相亲 只是想在这个平台长人气而已 如果要是真的想来找对象的话 肯定能找到的合适的 我们也看过这么多集的《非诚》 大部分的男嘉宾都是月收入过万的 甚至有些是老板 无论是生活还是物质 都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但是王与萱这么久一直没有牵手 观众都认为他是借非诚来炒作自己 观众能看出 当然逃不出孟非的眼镜了 面对这样的事情